台北偶戏馆馆长蔡依卫详细的为参观民众解说 悬丝傀儡借由戏偶身上16到30多条的线操控 展现栩栩如生的演出 而台湾承袭全州与张州系统 戏偶结构与演出场合略有差异 经过导览解说让民众认识台湾的偶戏文化 全州跟张州不一样 全州呢它的身体里面的结构是用竹子编层上下半段 所以它的身体的扭转就靠可以靠下面这个下腹的竹面来做移动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它的手臂是用抱纸卷成一个直筒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在了解这个系统的过程中 可以猜测推测出这个系统的什么时候做的 因为这些偶是从全州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爬梳过程有一些里面还写的毛泽东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偶真的蛮旧的 那这个所以它的手臂是直卷的 它的脚呢 那腿的部分是比较旧的偶是用麻绳 那比较近代是用毛就是棉子的布料来做成一种麻绳边法 我们每年会有两档特展 然后这个特展的概念就是有一档就是希望把偶系馆 关起来的这些系统被大家看到 然后去帮它做一些整理 简单的修复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等一下进去看我们其实 第一个我们没有 坦白说就是偶管的预算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挖很多的木座啦 或者是什么压克力啊什么柜子啊 额这些就是经费的有限 这个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我们希望说 偶跟观众的距离可以近一点 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典藏品都把它封起来 所以观众其实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 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可以跟偶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那今天呢特别这个办托馆长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在社区里面 如果之后呢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可以常常来这个馆里面 因为我觉得是很有心 馆长来做这样子一个传承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台北偶系馆是新意松烟无为常博物馆的一环 馆藏丰富 除了每年两档特展外 还以多媒体互动展出方式 介绍各国相关偶系内容 值得市民朋友与家人朋友 来此探索欣赏 特展展自11月26日 欢迎大家前往参观 走入玄丝傀儡的奇幻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赏 谢谢大家